李姨娘有话但说无妨 苏木槿的面色也严肃了下来 李姨娘瞧着苏木槿没有丝毫犹豫的话语微微一笑 心中最后一点点的心结都消失殆尽 她眨了眨眼 面色就显出几分俏皮来 昨儿个我那秀房里接了一笔生意 楚尚书家的大姑娘已经定了亲事 不过楚大姑娘不善女红是出了名的 楚家听闻我这个小铺子里的绣工还不错 就让扶上的嬷嬷拿了布皮 到我这里来给楚大姑娘绣嫁衣 说着李姨娘微微一笑 细虐地瞧着苏木槿 瞧着她面色稍稍动容 她轻咳一声 敏唇笑着 如今可有许多的绣房都盯着瞧我这里 能做出多么精美绝伦的嫁衣 让楚家舍了自家的针线房不用 反而来我这里呢 切身思来想去 这大周朝的女红 若是大姑娘感人第二 便无人感人第一 因此就自作主张 接下了这桩生意 还要托大姑娘来保住我绣房的名声呢 苏木槿的眸子默然一亮 没能得到外祖父母的原谅 是娘亲临终都不能释怀的事情 她正愁着没法子接近外祖父母 李姨娘便送来了这样一个消息 眸子里的清冷退去些许 苏木槿诚挚地对李姨娘点点头 姨娘的心意 木槿记下了 李姨娘也是个精明人 她如今跟她既然是合作人的关系 那么如果她真的化解了 和楚家的冰冻关系 楚家便成了她的一大助力 李姨娘既然跟她合作 她变得强大了 李姨娘作为合作人 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不管她究竟是单纯的嗜好也罢 还有其他的用意也罢 这个人情她都收下了 那切身可就赚大发了 不用出本钱 就能反赚楚家一笔银子呢 李姨娘眯着眼睛笑 把身侧的苏运锦 推到苏木槿的身边 说来惭愧 妾身虽然开了绣房 可自己的绣工 确实不能见人的 三姑娘的针线活 也只是一般 刚好趁此机会 让三姑娘跟大姑娘 学学女红 真是三妹妹要学女红 哪需要她亲自教 请了个绣娘到府里也就是了 她分明就是想让三妹妹 多跟她亲近亲近 她也不揭穿 笑道 姨娘当真是个买卖人 一点亏都不肯吃啊 李姨娘愉悦地笑出声来 一会儿切身就让秋霜 把旧老爷送来的布匹送过来 刚才还叫楚家 现在便改口了旧老爷 一下子便拉近了关系 苏木槿摇头失笑 这个李姨娘精明归精明 却不让人反感 几人说说笑笑 一时间屋里的气氛 十分温馨 眼看已经到了用午膳的时间 苏木槿让秦瑟去张了午膳 留李姨娘和苏运锦用膳 李姨娘有心拉近 和苏木槿的关系自然不会拒绝 很快就有小丫鬟端了膳食 过来满满荡荡地摆了一桌子 琴瑟见了不由得愕然 这未免也太丰盛了些吧 一个简简单单的午膳 竟然有十六个菜式 八荤八素 还配了一大盅鱼汤 这菜式就是李姨娘 这个大财主都不禁亚然 侧手乔苏木槿和秦瑟生肖 同样惊讶的面容 他顿时明了 轻叹道 唉 这些个奴才 真真是把捧高踩低这几个字 全市的彻彻底底 老爷刚刚把府中中馈的权利交给大姑娘 这里的膳食立马就变了 大姑娘可还是个规格姑娘 依照规格来说 膳食不过是四婚四素 当家主母才能有八婚八素的规格 这还是按不正常的来算的 试问一个人的膳食 谁有本事吃得了这么多 就是当今主母也不能太过浪费的 李姨娘瞧见了 就用眼角的余光打亮苏木槿 却见她面容沉静 瞧见了这些菜色 丝毫不见得意和喜悦 不由得暗暗赞许 小小年纪便能如此沉稳 将来更不会平庸了去 心中越发觉得 跟苏木槿合作是正确的法子 瞧着一桌子的饭菜 苏木槿眉宇微宁 淡淡地吩咐柳嬷嬷 去吩咐厨房 今后的膳食依旧按照先前的制度来 老奴这就去吩咐厨房 柳嬷嬷也松了一口气 姑娘才刚刚掌管中馈 就用这样规格的膳食 若是传了出去 恐怕会落个轻狂的名声来 用膳吧 苏木槿首先落座 妾身就不落座了 伺候大姑娘和三姑娘 礼姨娘是妾氏 妾氏是没有权利 跟正方的夫人 还有府中的公子小姐 一起用膳的 哪怕苏运锦是她的亲生女儿 也不合规矩 姨娘还是坐下吧 我这里没那么多的规矩 说着 瞧着苏运锦 略略拘谨别扭的坐姿 淡淡道 屋里一屋子的奴婢伺候 哪需要姨娘立规矩 这不是让三妹妹为难吗 李氏也不是扭捏的人 听苏木槿这样说 便大大方方的落了座 是妾身想岔了 很快用完了午膳 又要开始对账策 苏木槿柔柔依旧酸色的脖颈 只觉得脑子重得紧 李氏借了张口欲说什么 画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没有说话 苏木槿看在眼里 就轻声道 姨娘是常年管账的 我刚刚掌管中馈 有许多地方不明白的事情 还需要姨娘多多指点 李氏漠然以惊 一抬头就瞧见苏木槿 淡淡而笑的毛子 他一颗心就缓缓地放了回去 方才他就想出声 帮忙整理账策 可突然想起来 账策都是些隐秘的东西 他若是开了口 指不定大姑娘会误会他 对中馈有想法 所以便没有出声 此时听着苏木槿这样说 又瞧着他含笑的毛子 没有半分猜疑 他才微微一笑 指点可不敢当 不过姑娘没有管过账 一下子接过中馈 难免会觉得力不从心 姑娘若是有哪里不懂的 只管来问切身 切身虽然大字不识几个 可对账还是有些心得的 那再好不过了 李氏如今跟他同一条战线 他倒不担心 他会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而且他的确没有管过账 如今瞧着账策 只觉得声色难懂 若是有李氏帮忙指点 那再好不过了 两人看着账策 除非苏木槿主动询问 李氏绝不多看账策一眼 苏木槿有不懂的地方便询问他 他就细心地一一解答 这样一来 时间倒也过得极快 不多时便核对完了一本账策来 苏木槿刚松一口气 便听到帘子外紫玉威扬的声音 姑娘 二夫人和三夫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